字幕提供 爆炸有沒有 你不要看著我 我感覺很討厭 對就是邊打籃球邊講幹話 好不好 上次ANA演講的怎麼樣 欸還不錯啊 我準備把那次演講 因為他們那個日本公司比較 嚴謹一點 他們這個內部喔 不太讓我們拍攝 所以呢我有帶著錄音設備 我們用錄音的方式 以後會放在 會放podcast嗎 阿呆我們要放podcast 還是要放在youtube 都放是不是 好不好我們會把 我上次去這個分享會的內容 我們放在 podcast or youtube 好不好 讓大家可以聽一下 讓睡前呢 聽著小獅哥哥的聲音 陪著你進入你的夢鄉 好不好 這個是上次這個 ANA 安娜航空 送的 欸他說這個喔 沒有在賣的喔 人家不是出來賣的 你不要看到人家什麼 你都想買 好不好 不是每個都是出來賣的 這個是要他們設內 不是內設 設內 申請 特殊用途 才有送 這個是 這好像是木頭的欸 這好像是木頭 這不是塑膠的喔 不是電動 塑膠 火燃機喔 polo有什麼要注意 變速箱阿 不過其實polo的小問題比較多啦 里程數不要買太高的 我覺得polo小問題其實也不少 台北旅圈X商考期的店 巴博士 Blovers 巴博士 您可以搜尋一下 在新店的安坑 他會修理這個旅圈 欸之後好像有分享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 泰山CEO 之後是不是有旅圈的維修分享 我們CEO說 有分享 有提 但是有跟你講去哪裡修 但是他不給拍 還沒有報名那個 那個中秋烤肉晚會的 要記得 跟所屬的服務人員 呃 報名喔 免費用 免費用 有停車位 有提供停車位 好不好 喔 要記得 報名 趕快報名 趕快報名 致遠那個120萬青庫嘎 跟二手X1X3 那個真的沒有一定的答案 那個爽度不同 程度 都完全是不同 你開門下車的整個氣勢 觀感都是不同 所以喔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問問你自己 想要選擇怎麼樣的生活 好不好 防盜燈一直閃 會不會閃到沒電 會 絕對會 一直閃會沒電 我有一個 之前有一個 老客人啊 他說要去剪頭髮 打來說小事 我車沒電了 我說為什麼沒電 他說沒有 我就想說暫停路邊 然後去剪個頭髮 我就打那個警示燈啊 然後打了以後去剪頭髮 剪頭髮回來 就沒電了 所以喔 警示燈不要打太久好不好 也是會沒電的 然後我剛剛要講案例 我很怕忘記 一直被你們拉走 我不看你們的留言 遮起來 遇過幾個 像這個禮拜 有遇到兩三期 就是 他們其實很多人啊 我之前講 他們會傳訊息給我 然後我說 小事哥我可不可以請你 線上大概預估一下 我的車大概剩多少錢 齁 那我就跟他預估對不對 大概剩多少錢 好啊 然後就 我就說給你參考嘛 對不對 欸 後來 某一天 他就傳了一個照片給我 齁 那個照片是一個門齁 車門的下面被刮了一條線 然後呢 他就說 這個 小事哥 請問一下齁 刮這一條線啊 兩萬 修理要兩萬合不合理 那我說 聽起來就不合理啊 一個車門才刮一條線 為什麼要兩萬 他說齁 因為那時候 他覺得我估價太低 他就去賣了一個高我三萬的 結果呢 他跟他簽約了 車要賣給他 然後呢 他現在說 結果他在車交給他之前 不小心車門去刮了 對方現在說 要跟他那個 那個刮痕要扣兩萬 那這個我是 我常跟他分享齁 我說你 買車買便宜 正常 想買便宜是正常 賣車想賣高也是合理的 可是問題來了 大家往往都忽略到 尤其是賣車齁 賣車大家往往忽略到交易安全的部分 有時候大家高個五千一萬 你就賣別人了 可是問題來了齁 很多車行齁 他是利用這個 前面跟你收車價格比較高 那當 你車交給他之後 或你車回來之後 他如果有 有發現說 你有一些瑕疵啊 或是你交給他之前啊 刮傷問題啊 他就會利用很多的 理由跟藉口回來 要跟你扣錢 我遇過很多了啦 還有 車賣掉以後 三個月之後呢 又回來找你說 欸 你當初賣我那馬三喔 引擎壞掉了 現在秀要秀二十萬 已經賣三個月囉 車也過戶囉 錢也拿到囉 齁 又回過頭來 要跟你扣錢 那這個是目前 我覺得 賣車裡面 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 好啦 反正喔 我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會說 欸小事哥 像上次有一個賣我 那人還不錯喔 他說 小事哥 那你這樣子 車看一看 估價 那我就賣給你 那萬一呢 這個 我給你車以後 你過了兩個禮拜 冷氣不冷啊 因為 你小事哥 你也沒出去試車 那萬一這個 變速箱有問題啊 底盤有異音啊 那你怎麼辦 那我跟他說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車商 競價 明顯是低於試駕的 好 我們一定是低於試駕的嘛 坦白說 因為我們回來整理完賣 還賺錢嘛 所以我們 這個利潤裡面 其實有 包含了 風險 我跟你講啦 我就講啦 我就算我現在出去試開啦 我現在出去繞了兩圈啦 真的發現到 冷氣不冷 或底盤硬 我回來跟你扣錢 扣多了你也不賣我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就算現在出去試都沒問題了 我現在 試沒問題了 好 你車交給我了 你像 冷煤 露冷煤好了啦 我跟你講 露冷煤最常見啦 消費者 賣車的人不是白痴啊 他風箱在露啦 風箱我跟你講 隨便修一兩萬跑不掉啦 他就怎樣 先灌嘛 他 要賣給我們 要給我們估價之前 他去修理廠 灌一下冷煤 花個八百一千 回來 小事在看的時候 有冷氣 對不對 回來 成交 一手交錢一手交車回去 隔一個月 風箱漏完了 沒冷氣了 那小事 要回過頭來找你說 欸 啊你賣我的時候 到現在才一個月 人沒漏光了 啊 風箱換要兩萬要三萬 你要給我扣嗎 我跟你講這最常見的問題 我跟你講 如果別人他就回來跟你扣了 他就回來跟你掳了 他就回來跟你掳了啦 我除了 好 像我收那個golf 沒冷氣 插西機替共 換冰震器四支 換風箱 換壓縮機 沒有辦法 自己爛爬 爛爛自己換 你看我之前拍那台335雙門的 有沒有 那個影片 那台也是回來都沒事 冷氣都很涼 沒有問題對不對 隔一個月 就是一個月 冷氣沒了 後來一測怎樣 風箱漏 去拆風箱啊怎麼辦 我們可以打電話回去跟車主講說 欸王八蛋 你明明就露了沒 你罐罐賣給我 你詐欺 我要告你 對不對 然後 啊賣車人就很緊張 哇這樣會被告喔 我說 沒關係 你看是要負擔多少錢 好大家講一講就算了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回去要錢 可以啊別人就可以要了 為什麼不能要 一定有啦 你就算在網路上 你買自售的一定都會有啦 好不好 休旅車降車身有什麼要注意的 真的啊那整個硬力啊 你的那個 力 受力全部都 角度全部都改變了 所以那角度改變之後啊 你會 你會 所有東西啊 會壞的特別快 啊你的底盤的那個 尤其台灣路又爛喔 所以你底盤會爛很快 所以大家要 要注意有時候 改車不是很單純的說 BNC改高改低 這種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已 好不好 把妹技巧怎麼學來的 與生俱來 好不好 我天生就吃這行飯的 我跟你講啦 那是我沒有生在日本啦 不然沒有羅蘭啦 避震器加緩充電 會加速避震器的損壞嗎 會啊 因為你的把它的那個 彈簧圈速的壓縮力道 已經都改變了 有的會受力變嚴重 有的會受力更大 然後有地方受力更小 前門 門扣鎖 不會下坦 開關又正常 是什麼問題 喔我知道啊 那個床有沒有 你是門 我是床 那床有沒有 床應該鬆掉了 那根 或是那根已經脫離了啦 因為喔 其實你們 沒有拆過門板 你們不曉得 門板裡面其實很多像很粗的鐵絲一樣的連桿 連桿 然後有一根就是床的連桿 那那個連桿如果掉的話就不會動 但是你開關門都是正常的 只是那個床的那個連桿已經脫落了 已經脫落了 好不好 車子放戶外怎麼保護 鴿子弄好一點 那漆呢 沒辦法 漆沒辦法 你只能用車照 我們機油都是五千公里啊 油燙燙啊 因為齁 我們自己有保養廠 我們的保養廠是用來服務 我們買車的客戶的 所以呢 我們客戶回來保養一次 你如果正常一般的市售四缸車的話 大部分都是一千八百五十塊 供訂價 一千八百五十塊 所以很便宜 你五千你來換一下 燙燙啊 保護你的愛車 這個錢不要省 畢竟二手的東西我們好好照顧它嘛 好不好 02年嘛 6顆買嗎 我覺得不行耶 那2.0的問題可能會有點多 206CC評價如何難顧嗎 你如果現在買206CC應該不好顧 因為他後面油壓缸很多 蠻多顆的 我忘記幾顆了 不知道十幾顆吧 阿你如果那個油壓缸肉油壞掉的話 你那個棚子就有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 阿里亞渣 因為年紀到了 我跟你講法國車年紀到了 就小問題會多一點點 材料取得上面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阿但是呢 你如果對這個車很有興趣很有熱情 206CC你還是可以一台可以買的車 那206CC如果是我來買的 我會買2.0的手排的 S16引擎的那個206CC 我覺得會比較好用 那1.6的話建議你買後期的 2004年以後的1.6的206CC的話 它的變速箱的問題比較少 頓挫不會那麼大 好不好 這問我就對了啦 控訴你的Golf1.6 殘值剩多少 那剩幾萬塊而已啊 04年的Golf1.6應該是那個 四代的嘛 那個應該剩幾萬塊而已 可是04年那時候有 鋁卡羅版的 Golf 內裝是那種賽車儀的 金裝版 有天窗 那個現在來賣應該就要十好幾萬了 十多萬了 看車況里程 電鍍鋁圈霧掉了 恢復光亮 電鍍鋁圈之前 我們就是用一些拋光 我們都是用蠟 其實我們都用出蠟拋啦 可是如果真的出蠟也拋不起來 應該就是也是沒救了 方向機小露油 用補油的方式會有危險性嗎 暫時不會有 如果露的小其實還好 車子換安卓機 我坦白說喔 我不喜歡用安卓機 公司買回來車有安卓機 我用沒有一台好用 都很慢 反應都很慢 你按進去 然後那邊跑跑跑 跑得很慢 跑不動 我知道那個有分什麼二核 四核 什麼八核 什麼幾核心的 收購車安卓機會影響車價嗎 不會阿 不會影響車價阿 不會阿 我只是覺得安卓機不好用而已阿 反應太慢了 因為反應快的可能太貴 大家都不裝 我都覺得那反應好慢 V60有興趣要注意什麼 變速箱阿 我跟你講阿 普遍VOVO車我覺得很奇怪 大部分喔 我在外面 我不能說全部 可是這個是機率的問題 大部分估到VOVO車 坦白說 真的滿 佔滿大部分里程數都是偏高的啦 是里程數偏高 所以里程數盡量還是不要買太高的 收購車有貼車身貼紙買回來整理 會撕掉嗎 會影響車價嗎 看你怎麼貼 通常我會撕掉 但是我 你不要太誇張不會影響車價 除非整台都貼得滿滿的 三三明有遇過天窗漏水嗎 沒有有遇過天窗壞掉 沒遇過天窗漏水 收購車有加大包車群 會很難賣出去嗎 看車款 你如果是一台 Camry 加大包車群 就 不好賣 好不好 你如果是一台 喜美 Civic 大包 車群 尾翼 絕對就會 好賣 不一樣 加錢買 台譜R 那叫啥 RR包 RR包 218開到2000公里還滿意嗎 之後影片跟大家分享 有滿意的地方有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其實認真講 坦白說 不太滿意 當初買的太急了 輪照聲大怎麼處理 一個就換輪胎 一個就做隔音 還沒有報名我們的 中秋節的 連歡晚會 啊對 我剛剛連歡晚會講到一半 比較不好意思的就是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辦了滿多年的 中秋節的烤肉會 那都是開放給我們的 有跟我們買過車 買賣過車的 這個 客戶們 那 因為我怕 我怕 那個 如果萬一 開放的話 太多人會過來 場地 無法 附和 所以我們 只開放給我們的 老客戶來參加 那 今年齁 我們烤肉巴 烤肉巴 你知道我嘴唇 受傷 講話都怪怪的 咬到了 對 講話都怪怪的 不是 我是嘴唇受傷 講話很怪 那今年我們是請 外匯 好不好 所以說 今年我們是請 辣妹跳舞 沒有絕對不可能 有辣妹跳舞 有跳舞只有泰山跳 而已 然後我請泰山齁 模仿這個 張宇唱歌給大家聽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我們會舉辦 一系列的 這個連歡活動 有一些獎品 那現場 不用花錢 人來就好 好不好 如果你一定要帶禮物來給我 我們當然也是很歡迎 不會拒絕的 好 如果你 你真的是 真的很想要 有一些東西 就很想要跟我們分享 你想要送東西來給我們 以示你的敬意 我們是 通常我們也是 不好意思拒絕 但是不用 人來 盡量人來就好了 你說哈密瓜嗎 什麼哈密瓜 送哈密瓜 好不好 Meloです Meloです 啊那個 領收書怎麼講 勤款書怎麼講 領收書です 蛤 勤款書怎麼講 收書 就Meloです 還有一個是 勤款單です 勤款單怎麼講 媽的我真的很懷疑 幹 泰山媽的 來面試的時候 抓整個頭說 他媽的他住過日本 幹 我覺得媽的我真的被 面試人騙了 跟我說他出國留學過 他媽的 日本住幾年 幹 媽的你們這些人 我每次面試都會被騙 媽的來的時候人模人樣 幹 講豬的媽的有沒有的 結果幹 來的時候都不一樣 好不好 人來就好 通常都是人來就好 不用費用的啦 就是我們的老顧客 可以來烤肉 我們已經舉辦好多年了 對 這次我們是請外面的人 我們花錢請外面的人來 辣麵烤肉 沒有辣麵 你想太多 辣麵烤肉就要收錢 有好養的VOLVO七人座嗎 我跟你講 好養跟VOLVO 基本上就不會達成一個共識了 好不好 你如果要在VOLVO裡面找好養的 那還是VOLVO 所以VOLVO的七人座就是 那幾台 你就大概就知道是 哪些七人座的VOLVO了 好 要記得跟你們所屬的服務人員報名 好不好 歡迎這個老客戶來參加 買賣車都可以 我沒有請外面人來幫我們烤 所以我們就不用在那邊生火 不用在那邊 我跟你講 我太容易相信別人 所以我常面試都是 他媽的 我後來我跟你講 我都不會面試了 你知道 我都直接說 好 只要看起來可以 你來用 你來上班再說了 我都直接來用了 反正我跟你講 用下去 能用不能用 好用不好用 做不做得住 用了就知道了 看阿 面試大家都裝了一副阿媽的 正正常常的樣子 賣車也算客戶嗎 OK啦 好不好 有緣相見 特斯拉 特斯拉沒什麼阿 特斯拉其實就是這樣阿 特斯拉其實我有想買過啦 那 我有看過幾台特斯拉 我覺得的確齁 很多車主也表示說他的 組裝好像沒有那麼完美 這是事實 因為連車主他們自己都這樣講 好 他組裝的間隙啊 他間隙都有時候會不太一樣 而且間隙蠻大的 他的電池都是做在底板 那據我所知 這個電池 很容易因為撞擊而起火燃燒 那我之前聽他們有去 好像去那個消防局 有去受訓的他們講過 他說 基本上特斯拉的車只要燒起來以後阿 因為他會可能會有爆炸 或者是一直助燃的風險 所以通常他們 唯一能做一件事就是等他燒完 再去處理 好 如果已經燒起來了 他們都不建議去 硬硬去 搶救阿那種什麼東西 大部分喔 就是等他燒完為止 其實我也想買啦 可是 你知道其實我後來去看阿 有很多的 有很多社區的管委會 不讓人家裝充電裝 其實有蠻多的 比較 老派的社區 大部分新房子都可以 這點我也有去問過 因為我當初要買二系列的時候 我有想過特斯拉 反正安裝充電裝也是個問題 然後到外面充電 我覺得也是個問題 可是大部分我覺得 人就是這樣阿 買特斯拉 你都覺得不會阿 我覺得充電很方便阿 不會阿 我覺得有時候排一下就好了阿 不會阿 我覺得還好阿 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可是事實上 你我們每一次到每一個百貨公司或停車場 其實 可以充電的位置就真的就那幾個而已 然後你又到一些這個 呃 萬一阿 你到一些旅遊景點 齁 剛好放長假的時候 你光 充電在那邊排隊 你就排到死 我跟你講人都這樣阿 買到納字節也說納字節很棒阿 每個納字節車主也覺得他們自己車很棒阿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生的兒子很可愛女兒很可愛阿 這合情合理阿 好不好 我覺得自己喜歡自己爽就好了 但是 其實我從 就像喔 你們有沒有發現 當你要買房子 要看房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家的附近很棒 喔 我那邊從小到大 我覺得我家那邊很棒 我住北投 我從小到北投長大 不會阿 我覺得停車不會麻煩阿 找一下五分鐘就有了 喔 我住到哪裡 我覺得哇 那個 家都很方便阿 哇 下面就有阿 買吃的喝的都有阿 還有菜市場 還有頂好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 你每個人都對於自己習慣的東西 好自己所認識的東西 對不對 這是筷子老高講的 對不對 你看到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東西 好 也許是你的大腦控制 好 讓你覺得說 欸 我老婆好漂亮喔 有沒有 阿其實別人看你老婆 欸 欸真的還不錯 哈哈哈哈 好不好 筷子老高講的 好不好 每個人眼睛看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你會相信你想相信的東西 所以阿 我常常講阿其實自己爽就好了 阿 不管你買什麼車 對不對 自己喜歡就好 娶什麼老婆 自己滿意就好 七零座從後方撞騎最安全是哪款車 內許 我知道我看你貼很多次了 可是這個問題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能可以去查一下那個 EURO NCAP 還是去查一些這個 碰撞測試的報告 就知道了 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 據我所知 那個M60A3 後方撞擊應該是滿安全的 你可以去 Google一下 這款車 我推薦給你 M60A3 好不好 它其實不管側撞 症狀 還是從背後撞 應該安全性都比Volvo都還要高 好不好 去搜尋一下M60A3 這款車我推薦給你 我希望小事哥可以拍個新舊版的奧蘭德的影片 我很少買到奧蘭德 我上次買一台新的奧蘭德 我差點挫賽 我都不敢再買 呵呵呵呵 Gwen Lancer值得買嗎 他唯一值得買的一點就是他很便宜 他比起他的同級車便宜很多 好啦 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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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